腎臟虛弱 腎臟虛弱指腎羊虛弱 多数由于先天不足 或防止过多 生育太多 长期病患 或年纪老迈 而造成腎羊虛衰 腎羊虛衰的时候 令腎的气化水湿功能减弱 从而有机会造成大厦过多 这个情况下的大厦 质体很清晰 就像水一样 同时也会伴有腰酸 小腹 手脚冰冷 大便稀冷 小便清长 甚至有夜尿频密 这些症状 外因的话 我们很多时都是因为患者 他可能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 淋雨洩水 又或者在月经期间 产后正气虚弱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卫生 外邪就会入侵我们的机体 就会造成一个 失热下注的情况 而失热下注的话 大限量多之余 它的颜色可能会有黄色 甚至质地会黏稠一些 可能会出现豆腐渣的情况 会有明显的臭味 可能会伴随着外音的痕氧 小腹的疼痛 甚至小便短尺 舌头就会红 和口干等等这些症状 在治疗方面 我们会按照病人的体质 去辨证论治 虽然主要是濕邪有关 但其实它都会有其他因素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会透过辨证论治 根据实际情况 去作出一个适当的治疗 如果是好像刚才所说 属于皮虚而造成的大厦过多的话 我们常用到会用一些 淮山 白术 福灵 仓术 陈皮 车前指 挡心 等等这些药物 去做到健脾补气 去湿指带的效果 如果是肾虚的话 我们多数都会用到 道重 巴击 肉松茸 桑飘烧 吐司指 制符指等等 去做到温慎助阳指带的效果 如果是属于濕热下注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一些窄射 阴尘 黄泊 枝子 碑蟹 滑石等等 去做到清热去濕的效果 除了中药之外 我们亦都会用到一些 針刺或挨疚去进行这个治疗 譬如是刚才所说的皮虚 又或者是肾虚的这些患者 出现的大厦量多 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小腹部的月位 譬如汽海月 脚部的一个触三里月 蜂龙月 和腰部的一些肾虚月 皮虚月 去进行挨疚或針刺的治疗 去改善这个症状 但是如果患者是出现湿热下注的话 那就未必会适合做这个挨疚治疗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大厦量多的话 就需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保持外阴的清洁 在月经期间 又或者铲头 尽量避免防止 也要注意平时的饮食 避免过食一些生冷肥肥的食物 相及我们的皮状 以及要注意我们的防止 以及不可以过路 避免损伤我们的腎药 如果真的出现了濕热的这些情况 就记住要避免吃一些煎炸新辣的食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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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